昨天其實一直都有爭議 有關於國泰產險保齡的兩張保單 到底有沒有效的問題 今天法務局在中午的時候 有邀國泰產險 新安東京 還有國泰產險道府來說明 那這兩張保單狀況是這樣 就是保齡公司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經過國泰產險的催告 但是因為沒有繳保險費 所以這兩張保單其實並沒有失效 但是我們府內同益去稽查的時候 他還是拿出了這兩張保單 一張是產品責任險 一張是公共意外責任險 所以這部分相關的開發 衛生局今天會繼續進行 那在這兩張保單沒有效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今天請了遠東 還有遠東B3的大時代廣場公司 來府內開會 那目前遠東百貨A13的保險公司 也是國泰產險 那大時代廣場 他的投保公司是新安東京產險 我們也要求這兩間保險公司 在這兩天內就本次事故 是不是在他們保險城堡的範圍內 做出對有利於受害者的解釋 兩天內回復法務局 長期法務局這邊再稍微說明清楚一下 就是目前保齡遠東百貨跟大時代三個分屬不同的產險 那他們各自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責任 現在是只有保齡的過期嗎 那還有另外兩個 那他們會有一些什麼樣的連帶責任 可不可以再說明清楚一點 那個保險的部分我再說明一次 遠東百貨A13他投保的也是國泰產險 那大時代就是B3的那個美食街廣場 他投保的是新安東京產險 那現在保齡的產品責任險 跟公共意外責任險 確定都是被註銷無效的 那現在就是這兩間 遠東跟大時代 那兩間保險公司 要求兩天內 就本次事件 是不是在保險城堡的範圍內 做出具體的說明 那如果有具體的說明 我們就會進一步跟各位記者說明 以上 來 之前 所以想要再請教法務局長 就是說現在民眾唯一能求償的 就是只能等這個遠百跟大時代嗎 應該這樣講 假扣藥的部分是對保齡 但是以食物面來講 我們對保齡的常在能力 其實是花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我們最希望的就是 相關的責任險的額度 我看過保險契約都夠 都有到上億元 所以如果這次的事件 可以落在遠東跟大時代的 公共意外責任險裡面的範圍內 那我就相信對於受難者家屬 會放下信眾的大使 所以我們才要求他們兩天內要具體回應 好 公事佩涵 想問一下法務局長再追問一下 這個保單怎麼會過期半年都沒有發現 那查核業者的保險狀況 全責是哪一個單位 保齡的保單有兩張 一張是公共意外責任險 一張是產品責任險 產品責任險就是按照史安法 那他必須要投保 當時他投保的時候 他有要求國泰產權他要續保 但是續保的保費沒有繳 所以國泰產權在去年的12月的時候 有催繳保費 那保費沒有繳以後就註銷 但是國泰產權有跟我們說明 實務上他發出去的保單證明文件 他沒有辦法 就在作業上他沒有把它收回來 才會產生今天我們去積查的時候 他拿出了兩張其實沒有效的保單證明文件 那這件事情我們也要求國泰產權 跟我們的主管機關要去研討日後像這樣的狀況 我們要如何讓積查人員去積查 那據我的了解 第一個 史安法的產品責任險 因為今年衛生局還沒有安排例行性的積查 所以時間到本案發生了以後 他們提出的東西我們發現無效 就會立即開罰 就是剛剛講的最高可以發300萬 那有關於公共意外責任險的部分 按照台北市自治條例 需要在300平方公尺以上的業者 才有強制投保的義務 那因為保齡的營業面積沒有到達300平方公尺 所以這一張雖然預期了 但是並沒有相關的法則